Hello,大家好,今天教大家做一款非常好吃的葡萄干蓝莓果酱蛋糕卷 碗中加入50克玉米油,50克纯净奶 用手动软软器搅拌至乳化状态 再过筛加入85克低筋面粉 继续化Z子形拌匀 拌以后再加入5个蛋黄,继续化Z子形拌匀 拌以后放一旁备用,5个蛋清中加入几滴柠檬汁 60克白糖分三次加入,大气泡加一次 小气泡加一次,泡沫细腻加最后一次 一只打发到有大弯钩即可 取1%蛋白霜放入面糊里,上下翻拌均匀 拌匀后全部倒入蛋白里,继续上下翻拌均匀 28x28的方形烤盘提前铺上油布 上面撒上一层葡萄干 把拌好的面糊倒入烤盘里 用刮刀刮平表面 送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中下层 上下火165度烤25分钟 后15分钟开热风功能 取出来亮着温热给它翻个面 撕去底部的油布 再继续给它翻个面 朝着自己的方向横切一刀 外边斜切一刀 上面抹上一层蓝莓果酱 借助擀面杖给它卷起来 再用锯齿刀给它切成自己喜欢吃的大小块 这样非常好吃的葡萄干蓝莓果酱蛋糕卷就做好了 喜欢学会的小伙伴赶紧动手制作吧 美食美的更新 感谢大家的支持